我丈人是个傻逼 丈老婆跟我离婚 我不同意就挑唆我喝农药 没想到我却因祸得福获得机缘重生 并且在老丈人隔壁也开了嘉医馆 见识过我高超医术的各路大佬也前来道贺 而一旁作为最了解我的前妻很是不理解 你们是不是有毛病 这废物跟我一所大学出来的 还是我的前夫 他在医学上的造诣几斤几两我还能不知 你们竟然管他叫神医 眼瞎了吧 哼 眼瞎的是你 把真龙当虫子看 你一辈子都会活在跟夜神医离婚的悔恨中 你到底八戒上了什么人 能让这么多大佬陪你演戏 叶倩廷已经可以肯定 今天早上所发生的一连串事 是已经策划好的一场戏 夜神只不过是主演而已 因为夜神医有一首可以起死回生的逆天医术 我们仰望他 尊重他 所以才帮他打你们这对妇女的丑恶嘴脸 听到起死回生 众人一片震惊 一旁的秦洛云却是心中一动 要不把他请去看看能不能救我爷爷 不行不行 他是家族死对头金钱豪的人 别故意把爷爷一死 炮走我姐 那我下半辈子就没人养活了 小李 小吴 今天很感谢你们 过几天来我的药堂当作馆医师 我传你们医术 谢夜神医 李济世和吴建雄等人都激动坏了 只要跟夜神学到点皮毛 就能让子孙后代拥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这狗日的在我旁边开药堂 还找这么多名医当作馆医师 这是要让我无饭可吃啊 既然要走吃软饭这条路 还是先把自己收拾一番吧 喂 可可你有时间吗 能陪我去买几身衣服吗 当然可以啊 那咱们待会商场会合 好的 待会见 可可 今天多亏有你陪着 帮我选了一套这么合身的衣服 今天医院调休 我刚好有空吗 还别说 穿上一身大牌 你还挺帅的嘛 必须帅啊 不然怎么当上门女婿 眼前衣着清凉的美女 正是护士林可可 她是夜晨的大学同学 两人关系一直不错 夜晨 你真的还要继续吃软饭 我从小肠胃就不好 只能吃口软的 而且吃到好的软饭 能少奋斗几十年呢 你这个混蛋 不是豪门欠金你就不要是吧 就在两人玩笑打闹时 一辆南国基尼突然停到了跟前 美人 去哪 要不要在你一城 让你体验一把飞一般的感觉 不用 谢谢 一千多万的限量版蓝博基尼 你不想体验体验 想 但怕你们别有用心 还是算了 美女 我家少爷说了 离开这个穷酸 上我们的车 陪我家少爷爽一把 就送你一个LV包 干不干 干你妈的头啊 给脸不要脸 生金 你给我砸它 有病啊你 拜拜咯 上车 这口气我替你出 叶辰你没风吧 变动车追超跑 我说了 这口气我替你出 就会替你出 说着 叶辰施展欲风诀 电动车就像一道光 飞了出去 卫少 那辆破电瓶车追上来了 追上来了 山金 你特么别道 本烧开的是140迈的速度 电瓶车怎么可能追老子 真的啊 卫少 已经上来了 不信你自己看 跑啊 怎么不跑啊 你他妈找死啊 哥们 能不能把你的电动车卖给我 卫少 你不会脑子撞坏了吧 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叫人来弄死他吗 你给我闭嘴 我出一百万买你这辆雅迪 咋样 自己的电动车就花了一千多块钱买了 这家伙既然要出一百万 一口价一千万 少一分免谈 你嘛 一辆破电动车卖一千万 你特么怎么不去抢银行 成交 把卡号护名报给我 立即给你转账 你到账 车是你的了 叶辰兰的辆出租车 姜还在狂吐中的林科可拉上车 迅速离开现场 不然他都要憋不住想笑喷了 卫少 我很不理解 你为什么要花一千万买这破电动车 你懂个屁 这辆电动车能开到一百四十的时速 可见电瓶功能非常强大 我得开到我家汽车厂让研发部门去研究 要不了多久 我家汽车厂也能早超跑 那可就不是赚一千万了 而是一千亿 卫少 你真是太聪明了 本少是不聪明 能升在豪门吗 少废话开个一百卖体验一下 卫少 电门加到底了 怎么还是这窝牛的速度 你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加速的地方 没有啊 就一个加速的 我都加到底了 神机 会不会是电量太少了 有这个可能 咱们回去充满电量在世 叶辰 刚才光顾着吐了 你跟那两个垃圾聊了什么 怎么电瓶车都给他们了 可不是白给的 换了点零花钱 好了不说这个了 天色还早 陪我去给我妈买点首饰袋袋 这不是叶辰和可可吗 呀 老同学刘雨晗